12月20号上午10点,在高雄教区玫瑰圣母圣殿主教座堂,举行禁幕25周年迎庆,即外交生涯40年感恩弥撒圣祭。 由叶圣南总主教主理,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新竹教区李克勉主教,嘉义教区蒲英雄主教,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高雄教区刘正中总主教,和荣修刘丹桂主教,荣修李若旺主教,与40多名省长共计。 来自台湾各地超过200名信友,为这位可敬的牧者同声共导。 1941年,出生于高雄凤山,并于当时的高雄玫瑰圣母堂受洗。 年幼的他,在陈华留神父的推荐下,1957年进入若瑟小修院,开启修道生活的大门。 高中毕业后,得到罗光总主教的帮忙赴罗马神造,取得神哲学双硕士学位。 1974年,获得哲学博士。 1975年,获罗马拉特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1976年,外交学院毕业后,开启四十年外交生涯。 1998年12月20日,在高雄圣母圣殿主教座堂进入, 任大莱波帝斯马尼亚领衔总教区总主教。 今年也正式进入,二十五周年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1981年,三十四周年代交易。 米撒講道時 劉鎮忠總主教說 所以這一個地方是他領洗他聖主教的地方 這是跟他的生命與信仰生活息息相關的玫瑰聖母堂 跟他一起讚美感謝天主無數的恩典 以及玫瑰之後聖母瑪利亞的代導 勇敢承擔教宗所派任的外交使節的任務 而且他使命必打 讓他的生命與生活結出豐碩的果實 教廷駐華大使館代辦馬德范蒙席在致詞時說 宗座大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名傳教士 有義務將基督的福音傳給不同的國家和人民 就像傳教士一樣 宗座大使的任務並非親而易舉 被禮鄉背景 向家人和心愛的親友揮手道別 身處異地入鄉隨俗 這就是擔任教宗代表的生活 也曾是葉總主教的生活 在不同國家忠實地為教會服務 臺灣地區主教團主席李克勉主教說 我要接著教廷代辦 殷切地期待臺灣教會 我們不只是以他葉主教為榮 因為他是第一位 目前是唯一一位 我們靠他的辟印 我們台灣的教會 說我們有外交官 再過幾年沒有他的辟印 誰為我們出頭啊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田地耕種出來 因為天主必然招教 因為在我們殷切的哀悼中間 他一定聽我們的祈禱 這一切的過程 就是對於天主信仰的依靠 確認這是天主的召喚 如果年輕的神父們 你們覺得天主召喚你們成為一個外交官 勇敢地去吧 不要彷徨 他必然給你恩寵 我們的葉主教 就是我們這樣的榜樣 祝你一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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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祝你一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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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請葉主主教來 等一下去標籤 來許個願好不好 主教來許願 許願 好 好 千充順服的首位華人宗座大使 葉聖南總主教 一生是主愛人 不倦不悔 是天主的忠仆 更是我們敬重的善目典範 祝你親自我 祝你 祝你 祝你們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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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